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有网友发现,星巴克全台首店新天母门市传出将在明日营业最后一天,许多网友都表示不舍。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新天母门市公告指出明天是最后营业日,打烊时间则提前至下午6点,不过新天母门市也推出优惠活动, 只要在5月30日至6月30日期间凭该门市4、5月份消费发票,就可以到附近的天母中城门市或天母中山门市兑换买一送一优惠,此局也是希望将熟客引导至上属门市消费。 星巴克在1998年3月台北市天母西路成立全台第一家门市天母门市,2007年第一原纸房东另有用途,搬迁到原电纸鞋对面成立目前的新天母门市。 针对星天母门市将结束营业,星巴克仅表示是租约到期,所以才顺势结束营业。